各位诸夏演艺法的朋友们大家好 那本期我们继续再聊一聊最近的这个热点事件 然后那我们首先先有请老K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老K您好 那在过去的一周的时间里面 其实从中国来说有两件事情感觉比较吸引眼球 一个当然还是奥运会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又在国内发现的一些就疫情的 一些疫情又好像再起来了 于是就发现在整个南京也好 还是就北京一些地方 北京可能一个小区 北京然后上海 然后又出现了当时在去年这种大范围的 就是大家集体去做核酸 就是在一些视频看出来 就是非常拥挤的状态 大家纷纷抢着去核酸 大家拥挤在一起 然后一些小区又被这个封了起来 不仅在南京 然后在这个上海 然后还有在这个北京 所以好像这个举国体制的这个机器 又再一次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要这个轰隆隆的运转了起来 而且好像大家也都乐此不疲 就觉得这样事情做的肯定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跟奥运会这个事情 这个奥运会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这些运动员也是这个举国体制 然后尤其是就出现这些事情 比如说最近看到的一个这个14岁的跳水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她也是这个在跳水过程 但她跳得很好了 三次满分 但是我不太关注 但我后来还看了看 然后最后她得完冠军以后 她之前说的是就是得完冠军以后 终于可以有钱给她妈治病 然后那个小女孩看起来 就文化素质也不是很 不能说文化素质吧 就没有受过太多教育 后来才看到她八岁就开始跳水了 别人问她说她性格 她都不明白这个性格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她就是一个典型的举国体制下面的一个讲牌机器 所以就从这两件事情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 就是她确实是在也许在防疫上面 也许在夺金牌上有她的好处 但这个体制是不是在其他国家反而没有见过这种体制了 或者说没有这么运转的这么好的这样举国体制 是不是只有在中国或者在这种极权社会下 才能有这种举国体制 才能把它运转的比较好呢 大家为什么都会对她还觉得还不错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这是一个提示链的表现 比如说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占领了比如说挪威丹麦法国 那么在这个德国占领下的这个法国 它的公共秩序是天然的 就已经有的 不需要你说德军士兵站在火车站里边 说谁不排队拿鞭子抽 这件事情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人家别人抗议的事情 可能是随意枪毙或者是征收的物资比较粗暴 但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说需要由德军士兵来维持 这个被占领区的这种公共秩序 至少是这种排队的这种公共秩序的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是在中国就刚好相反 比如说日军占领下的这个占领区 社会秩序其实是有人说是秩序井然的 包括这个满洲的老人 它的基本的一些秩序就比如说这个排队 比如说在江浙有人不排队 那真的就是有这个日本平均拿鞭子抽 那大家说一方面说是这个 日军铁蹄下的这个中国备战领土 是多么的这个人权没有保障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建立了基本的一个排队秩序 只要是中国人就知道中国人排队是怎样 所以呢其实就是说 如果按照这个举国体制来讲 它这个是从苏联这边学来的 它带来了一个 其实它是作为一个解放者和这个先进生产力 带入到中国来 能使一个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 不懂得任何现代体育的一个国家 实现了初步的在至少是在某些方面 在面子上面实现了初步的一个现代文明的 一个一个展露头角的一个地位 这个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一个进步了 怎么说呢 我就说一个例子 就是说体育方面 比如说这个篮球 这个我妈昨天还说呢 她说这个我们以后要学 要还是要多说这个上海话 她说已经上海人已经说了 说这个上海的这个方言不能丢 上海我们上海人不能只说说普通话 那就不行 我就跟她说 我说上海实际上她原本是这个 她的官方语言应该是英语和法语 怎么样也轮不到你这个地方性的 这个由宁波化和江苏吉祥 然后加上哪里广东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英语 加在一起凑出来的一种上海话 她就不高兴了 她说你这个是重阳没外 但是你这个方向就对方向就错误了 举个例子就是这个现代体育吧 是可以说从这个由英美法 这些这些所谓的帝国主义 带入到上海了 人家建了这个跑马场对吧 建了球场 然后再开始有人打篮球打足球 但是到了这个五十年代之后呢 五六十年代呢 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慢慢的 就已经衰退掉了 这个阿诚写过一本小说叫齐王 这里边就说关于体育的事情不少细节 他说一个上海的一个名门子弟 被到了云南去插队 然后呢去找这个他爸爸原来的所谓的朋友 说说我们家还有一点这个老字画可以给你 然后说安排他去参加这个农场运动会 这样子就可以把他抽掉上来 成为一个脱产的一个什么 然后去打篮球 然后那哥们就因为虽然天生个子高 但是没打过篮球 打下一场之后就跟朋友说 这个太野蛮了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个按照真正的上海自由式的 一个西方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来讲 怎么可能会说出这个肢体运动会很野蛮这种话 这说明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由国外带进来 而且没有强制性的这种手段 他们是没有任何人会愿意参与的 尤其比如说篮球 这个是跟随解放军 大军从北到南一路刷到海南岛 走到哪就打到哪 才真正把这个篮球在全中国普及下来 你想想看这个让中国人参加一种现代体育 是有多难的这个 这个是中国人不爱体育或者说不爱运动 是自古以来的 就比如说在这个近代 西近灭亡 东近南渡 南渡之后那些北方的士族也好 南方的士族也好 他们都是做官的 就是儒家的这个士族 按照这个阿姨的说法 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凝结和 他是有这个土豪的性质 但是这帮人居然说武德就完全没有 见到马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马是非常小的 非常弱的 然后那些人见到这个贵族子弟 见到马 就王羡之 王羡之这样的人 见到马说 哎呀 这个东西好可怕 叫声这么大 是不是传说中的老虎 你可以知道 自古以来就是不会有人去做这个体育运动的 所以呢 能够按照这个苏联的这种举国体制 弄一些人来去去去啊 有模有样的弄点这个这个体育运动 也算是造福了 嗯 OK 这个在整个这个这个国家的运行机器里面啊 然后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就说 可能这些得到金牌的这些人 不管人家觉得怎么样 可能很多人还很羡慕他 然后 这让我想起来就是说 在整个一个团体里面 就每一个人可能都想在 在一个组织里面 或者在一个team里面吧 在英文这边有讲 everyone was on a team 然后 那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 他本身是无法自己形成自己的一个 这个管理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秩序 他必须别人用鞭子 然后必须他 或者怎么虐害他 然后他反而觉得很爽 这样的话 他知道他自己 至少是在这个体制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你不管怎么对他都OK 对没错了 这个就是说 我就拿自己个人的自身经历吧 我大概八岁的时候 这个游泳学了两年 然后呢 我们就一起 我记得那次活动是湖北省队吧 招新的学员 也就是七八岁这个时候 那先开始呢 就是这个湖北省队的各种表演 那个跳台 高台跳水 10米跳台 小孩跳 然后那个游泳 那个教练表演游泳 然后之后就开始挑人 挑人到我 最后说说我 那个时候说我是什么 第一轮是进了 第二轮给我刷下来 说我这个胸阔有这个畸形 是后来我们知道是那个 类似于这种螺圈腿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缺盖造成的 你想想看我们家的条件 居然还发育说是这个缺盖 你想想看 在当时中国多难挑人 挑完人之后 后来我没有被选上 后来我还有一段时间 还挺不高兴 后来我想想 这太直了 你想想看湖北 那个地方游泳 只有两三个月 可以这个温度适合游泳 其他的这个时候 滴水成冰 到冬天滴水成冰 我不敢想象 那个游泳队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而且湖北的这个 跳水队和游泳队 是挺有名的 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练出来 我父亲就说过 这个你不是这个吃苦的 这个材料 你吃不了这个苦 但是我们现在到现在来讲 我现在都不明白 这个运动 尤其是这个体育运动 它哪有什么苦可以吃 我们在这个西方 包括现在的这些小孩来讲 其实乐趣是远远大于 这种所谓的这种吃苦 而且在中国的这个训练条件来讲 七八岁把你弄进去 然后呢就看中了 是我不知道那个广东 那个跳河的 那个跳水的那个孩子 他是怎么给选上的 因为你看看 他们家那里 可能应该是没有 连河都没对方跳 他是怎么选的 他是身高啊 是身材啊 是体重啊 是柔润度啊 还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他是怎么选上去的 而且就是说对他来讲 但是但是即使如此 对他来讲的话 全家人生病都困难成那个样子 有一个这个小姑娘 有一个女儿啊 能够被政府给弄弄去 照顾就是说生活费是对里出 然后呢不愁吃 不愁穿 不愁不愁生病 只不过是每天锻炼 那可能这个锻炼的这个强度呢 并不会比这个在田里干活 或者是到城市里搬砖更辛苦 所以呢 其实大家就觉得挺赚了 包括当年那个马家军 刚刚成功的时候 我记得王军霞的这个父母 特别嘚瑟 就是说一句话 他说哎呀 我们我们家这个女儿啊 现在是已经是国家的人了 以后就自立国家了 所以就说只要是进了这个公家的这个序列 突然一夜之间就如同是这个中了五举一样 我们不是说犯名中举吗 这个14岁的这个跳水动员 他家里现在就是犯名中举那个状态嘛 那个有人送田 有人送地 还有人送自己去当奴仆 家里亲戚全出来了 全就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他们是占了很大的便宜 哪怕是一个小孩 他没有最后没有真正的说 我得个世界冠军 但是至少 至少他是公家人的这个身份是没有跑了 而且这个从小养到大 不需要家里出钱 这个就已经是占了很天大的便宜了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如果你要是真正的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小孩 去去进行这个体育运动 我想我知道 就说每个月每年的这个训练成本 随便一个项目吧 然后七七岁开始 哪怕是最便宜的乒乓球 那个这个教练的训练费 那个牌子不算钱吧 训练的费用其实也不老少 而且一训练大概要从七岁或者是五岁 训练到十五岁才开始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各个的比赛当中展露头角 这个成本就是已经是中国的家庭 或者说按照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家庭 第一我不会去去做这件事情 第二呢 这个即使他做这件事情有可能成功 但是我不愿意去或者说付不起这个钱 这大有人在的 而且更何况中国就是缺乏这种商业的环境 说我这个因为就是简单来说 这种活动就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属性的这种活动 你得有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拿了冠军 你得就有一定的价值 最大的价值其实第一个是比如说这个职业比赛 但是职业比赛其实还有最归根结底最大的价值 就是广告费 代言费 没有这个东西支持的话 没有天亮的这个这种这种这种广告费代言费的这种支持 其实这些运动都开转不起来 在中国在这个旧的这种不欠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 完全这个商业的链条是中断的 所以呢反而是这个举国体制呢 它是为了国家挣这个广告费 也是一种广告 它是一个统一垄断的这种广告 它反而可能是还有出头之日 所以这个当然就我们说举国体制的话 大家说那我们当然是这个集中办事这个力量大嘛 效率高 然后在这个防疫这上面来说呢 就也能感觉出来 好像全世界也许只有中国才可以这个无理由的把一个小区 把它给隔离起来 然后最近我也听了一些真事 就相当于这阿姨去家里去做打扫卫生 前脚刚进去 然后小区就被封了 而阿姨就这小区变成只进不出 然后呢这个阿姨就只能住在他们这个打扫房间家里面 听起来很慌 然后另外的还有就是比如像那种出租汽车司机啊 工作的时候 然后直接就接到电话说这个 你回来吧 这个小区被封了 多带点菜 然后这个出租汽车司机 那我怎么回去啊 我这个回去我也甭赚钱了 结果就天天睡在车里面 还继续能拉活赚点钱 那就是不仅是 就大家好像觉得好像这个事情也无所谓 理所当然的 为了防疫是不可以 然后呢执行防疫的人的话 好像也挺好 也挺好 感觉他们就拥有了这种权利 然后拥有了这种权利的时候 好像就好像也可以 什么事都都可以干了 反正就好像就如果你们小区里面 有人这个确诊 恨不得我到你们家抄家 我说什么就得听的那种 你觉得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会不会这个 因为我感觉起来不太正常 会不会愈演愈烈啊 然后会不会变成了一种 这个慢慢的有点像黑社会行为了 这种事情呢 它是属于一种次优解 或者说按照西方的方法来讲 它是一个自组织的状态 自组织的状态 就是有很大的程度 就是说资源是在基层 国家甚至政府 他没有这个 有些事情他想办 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资源 比如说这个区域的封锁 他的警察 包括他志愿者 他都不是属于说 我是财政拨款 都不是中央财政 到地方财政 再到这个小区财政 这样子足迹拨款产生的 所以没有人去听他的 他只能说我定一个规则 我出一个法律 出一个法令 然后大家就说 我是理论上我是执法的 那么这个法令又是 这个法律又是一个合法的 这个法令 那我就必须来执行 是按照这个逻辑链条来做的 但是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或者说在这种 所谓的这种欠发的国家 经济除外 就是说从这个社会和这个 人民的这个自组织度来讲 它是一个欠发达国家 或者它不是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不可能实现 这样的一个秩序的 那么唯一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说按照这种 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所谓的这种集权式体制呢 它的集中力量是办政府 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它采取的措施 就是采取一个武断的手段 那么你的这个所有的权利是可以随时剥夺的 虽然说就说在这个紧急情况下 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可以 法治国家也是可以采取这种武断的军管 但是这个时候前事前要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事前要请示 事后要总结 要追责 就是说你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责任 所有都有追责的 但是在这样的这个帝国体系下边 是不存在的 因为所有人就是所有人 把所有其他的人都当作是被征服者 这样看待 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说所有人把其他人都看作是被征服者 所有人都可以对其他人实行这个武断的这种统治 只不过是这个时机没到或者条件不成熟 那么条件一成熟周围的人就不是人了 那我们就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么这个措施呢 他比如说他就采用一种武断的手段 就是说我就封闭小区 那么我可能不会去注意这些细子 因为我知道很多这个国内的 中国的这个很多这个部门立法 或者是地方的这种规章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就是一个办事员 稍微有一点层级的办事员 在那里坐在自己家里想 然后东超超西超超 然后就编出这么一个东西 他实用不实用是鬼才知道 那么稍微条件好一点 有点文化的可能这个人性化讲一点 甚至在这个胡温时代呢 讲人性化的时候呢 无非就是把你这个坚决镇压改成温馨镇压 用这种方式来加以这个修饰一下 但是实际上总体来讲 他的这个立法和这个立规则的这个过程呢 都是出于一种上级对下级的这种武断的统治 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梳立的这种统治 就是说这个写字的人 随便找个写字的人来来处理这种事情 而不是说长官 长官他都连想都不用想 这些事情交代下去就行了 所以就会出现一种跟这个现实很脱节的问题 因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上级对下级的这个要求 比如说这个疫情的控制很简单 不要给我出疫情 一切归零是最好的 我其他的都不要讲 你就不要给我出疫情 那么这个具体怎么样不出疫情呢 你自己去离活掌握了 我又不是没给你政策 你是封城也好啊 是封什么封小区也好 比如说在上海在深圳 那些这个管制相对来讲 这个这些人的水平啊 文化水平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这个各种牵制性的力量比较大 就是说你不可能随时随地对一个陌生人采取 你随意的措施的这种这种地方 不像北京说你是低端人口 一脚把你踹出去 这个上海深圳啊 你敢你敢你居然敢跟我这个啊 敢跟我对对呛 哎呀我我得小心一点 我不知道你什么背景 我不能随时就把你弄起来 这是这样一种情况 在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显得人性化程度多一点 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 它的这个单一的机械的这个 这个考核标准 那就是所有的事情归零 那这个事情如果是到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是河南的这个 就是说哪个地方是 会是未来的这个所谓的龙起兵地区 哪些地方会是成为张献中地区 哪些地方可能最后就人都吃光了 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差别来 不好意思 最后您说就是哪些地方是龙起兵 和哪个地方是张献中 您的意思就是说 通过疫情这边来讲 它会就是有了上面的政策 下面会形成一些自己的 比如说一些自己的利益团体 对 相对来讲就是说 比如说人性化强一点 当然这个人性化并不是说 它主动要人性化 只不过就是说 它它下边管理的人 可能不是它能够惹得起的人 这种人多了 而且它并不一定知道 随时随地知道 哪些人是惹不起的 哪些人是惹得起的 在这种地方 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城市 就是说大家都是陌生人的情况下 它可能在管理上要细致一点 要温和一点 要有人性化一点 因为它不能太得罪人 要实现它的任务 当然它的这个管理的水平也高 所以这样的地区 它肯定会形成所谓的龙起兵地区 因为这个地区会受到重点保护 而那种说随意 说村里边就可以把你一家抓出来游街 把你人捆在电线杆子上抽打 这种地方 它绝对是人吃人吃光的地方 那像郑州那种地方 那肯定就是这种 这种张献忠地区就不用讲了 以此类推吧 OK 这样我就明白了 OK 对 那其实还有个事情 当然我们就顺便说一说 就是关于这个 就是网络的这个舆论这块 那最近有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这个吴亦凡的事情 就是这个叫做吴谦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是不是涉嫌什么右肩还是右骗什么各种女性 反正现在也扔进去了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小S这块 这个小S就说了一个国手 然后被什么打成什么台独 因为小S是一个还很好像是很算是很深蓝的那种 就光谱来讲 他是属于深蓝 是属于还支持这个这个中国统一的这一派 然后经常还说他自己是什么 是山东人是吧 从山东人过来 对对对 然后好像这个这个网络舆论在整个这个就在过去段时间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好像山的就越来越厉害 就大家都特别的群青津洋这种 当然有人说你这是为了这个转移什么河南郑州的那个水库的事件 所以把几个艺人拿出来就就搞一搞就搞一搞 所以您自己您自己感觉就是在网络舆论这边的话 2021年的这个时候的话 跟过去的话是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真的很多人觉得说怎么现在越来越疯狂 对这个网络舆论 对这个疯狂的是一种无能的体现 就是说 我重提一点就是说像这个吴亦凡这种事情呢 其实前几年也有 就比如说对于范冰冰这些的围剿 就隐隐然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就是说我先整文艺界的人士嘛 或者我借这个好像说一个相对一个比较温和的地带 来来来就不它不是一个重要的核心的这种 比如说暴力机关呢 不是它不是这个要害部门 那不是经济的这个部门 我就从这个文艺上面好像是从文艺批判开始 就就来来来来进行这种煽风点火 把这个把这个油把这个火点起来 再去火上浇油 再再扩散到各个其他的这个城市里边 这个行业里边 但是这一次呢 你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一个感觉 就是他们的这个能力 真的是跟文革来比的话 是差了太多 就是你对文艺界的人动手 但是呢 你又拿不出一个什么像模像样的文艺批判 这个感觉好像是说 比如说那个什么平海瑞罢官 不管他是有理没理还是歪理 但是他能够四六八字的这个这个句子 能够足起来啊 拿点这个马克思主义 再来编一编吹一吹 来来来来 弄得好像是那个文艺批评的这种范畴 这样的时候呢 大家就说遇到这种被攻击呢 感觉到高高在上 然后广大老百姓呢 就一方面呢 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中央的这个动作 但是呢 其实你为什么打啊 你打的是谁 大家其实都看不懂 但是就在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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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这种模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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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的中间呢 就开始开始实现这种社会动员了 那就开始有人站队了 你是支持这个 你是支持三家村的呢 还是支持这个这个这个文革这一派 就是进行这种革命的这一派 但是现在来讲呢 他已经直接到下山路了 就连查税都不查了 那就直接下山路了 你说这个 上一次说 以说什么这个右肩什么 或者说跟这个多少女性发生 这个发生关系 我不是说这党内斗争吧 上一次抓这种人呢 是在这个80年代的这种 严打的时候 你只要跟多数 几个女性发生关系 那你判你一个流氓罪没跑了 但是现在你说抓吴玉凡 第一你说的强奸 苦主是谁 对吧 你这个 对吧 有证据没有 有证据直接抓人了 还扯那么多 还有是多名女性 你应该就是说 我发 就是说谁谁谁报警 说说被强奸了 然后证据123 然后我们去抓这个人 就完了嘛 你现在说抓进去的理由 多名女性 右肩 这完全就不是法治的这种不进 而且甚至就是说 他连这种造这种假 所谓礼装调娼的这种 这种案子的这种能力都没有 就是说现在给习近平 做打手的人 连王立军的水平都不到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他用的这些打手 就说在网络上的这些打手 就完全就是不分青红皂白 那就说基本上连习近平 都控制不了的这帮人 这是一群疯狗吧 那可能连这个义和团都不如 义和团至少是说 有几个亲王在背后 煽风点火指指导你 你今天去抓那个大汉奸 明天说这个大汉奸 还没有抓到最大的 说要去烧汉林医院 这都是有人指使的 现在他这个指使都指使不动 或者说已经脱离了 这个能够被指使 能够被控制的范围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这个现象 当然不过就说在中国来讲的话 在共产党的这种体制下边 你的这群疯狗 控制的最终极的手段 我就是封你的这个账号 禁言 这个简单 但是他现在已经可能是 西部则石 荒部则路 已经实在是没有人了 就只能拿这些小粉红 就是这个石板明目先生说的 这个城乡结合末青年 三四年城市 失业青年为主体的 这样一帮人去到处咬人 除了让别人讨厌你之外 其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OK 所以您当然意思就是 这个事情还是就是故意 让去把文艺圈去整一整吗 这是有带有目的性的一件事情 你觉得 现在我们就说看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一贯的作为 包括这个熊安新区也是最后一地鸡毛 他都是到处想恶事 但是呢他平不了事 所以他就处于这种说 我 我这件事情不行 一波为一平 又一波又起 我就让我们的敌人 不断的去灭火 不断的去平率 我就不断的去捣乱 用这种方式来达到打击敌人的目的 OK 明白了 好 今天多谢老K 然后把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的话 实际上又总结了一遍 然后也感谢能够收看 收听本次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多谢 谢谢 再见 谢谢